《沙田》 沙田古時是遍佈經濟的荒謊原地 故此稱為激原 又因為城門河河水清澈 及後又被稱為激原 到了1899年 堅國接本身戒 不以為沙田圍 就是激原的地名 從此激原叫沙田 沙田最古老的地標 相信是鄰近紅梅谷 蓄立在西南面 望夫山上的望夫石 望夫石 像一個背著小孩子的婦人 當中流傳著一個妻美故事 傳說有一對男女青梅竹馬 長大後結成夫婦 生了兩個兒子 有一年天悍農作物失修 丈夫為求生計 被逼留下妻兒 及同鄉出陽謀生 怎知一去不回 陰信全無 這個女子每日風雨不改 牽著大兒子 背著小兒子 攀登高山 遙望遠陽盼富貴 有一天 當她如常站在山峰遠跳 突然刮起一場狂風暴雨 雷電膠家 將母子三人化為一塊巨大的岩石 永守山峰 這一塊母子化石 從此天荒地老地 俯視沙田 見證著沙田的輕衰靈蹄 沙田自香港開埠以來 大部分的土地都是由填海而來 在二戰之前並無虛史 直到1949年大陸嵌共 大量難民擁堵香港 房屋需求造增 商人留稅把握商機 將她爸爸留稀成收購得來的沙田土地 起屋見虛史 才在1956年有了一個沙田虛 各式店舖一應俱全 1962年夏天 颱風溫代襲港 引起吐露港的海水倒貫 掩抹整個沙田 後來見香港政府重建 沙田虛的風采 才得以重現 重建工程更添了一條人工河道 城門河 以疏道流水 成為沙田的其中一個標誌 當年沙田是最近九道的郊區 既有城市的方便 亦有香郊的風味 除了是中外遊客的購物天堂 亦是本地人大日的好去處 你還記得當年的那一次 朋友叫你一起去沙田爬頂仔 結識了他的過程嗎 你還鼓起勇氣 私下跟他約定 下次兩個人遊覽西林寺 車宮廟 和萬佛寺 當然沙田畫房 就負擔不起進去吃東西 不過拍照 留個紀念還可以 還有 那次你和他上杜風山 你一向以為杜風山有的 一定是道教的廟宇 但那時才發現 那裡竟然是基督教退休的原地 因為你的大夢 他為你改了一個 只有你兩個人才知道的親戚花 當然 還有你的一次 在雍亞山房交遊 剛剛陳寶珠和呂琦在拍電影 你仍然保存著的那一幅 有陳寶珠親筆簽名的合照 七十年代 香港政府在沙田田海 發展新市鎮 整個沙田舊墟 難道清拆的命運 那時候 碧原村還是一個地盤 一塊沙地 有人用來做 有單車租的單車場 不過 比較多人知道的 就反而是 之後的大圍單車公園 在那裡 爸爸踩著一輛 有朋四人單車 載著你媽媽和兄妹兩人 你還記得嗎 橫善為食的你 還只是對 踩單車之後 在龍華酒店一直燒雨隔 念念不忘呢 爸爸媽媽 曾經帶你們去過的青龍水上樂園 你還有沒有印象呢 現在已經沒有了很久了 八十年代以前 貫通九龍和新界的九廣鐵路 行駛的仍然是柴油火車 還是小鶴山的你 從九龍去沙田 出場短兩個山洞的時候 還有車廂裏面 漆黑一片的刺激 你還記不記得呢 曉光流轉 柴油火車 早已換上了電氣化火車 車廂裏面 也再不會有 鑽山洞的時候 漆黑一片的刺激 窗外也再看不到 田野郊區的景象 道站出閘 就是叫做 新城市廣場的一個 沖濕了各大小名店 百貨和食肆的 現代大型高級商場 沙田也增添了一個馬場 和位於馬場中心的貧福公園 新城市廣場 曾經有過一個 叫八百門 非常有名的日式百貨公司 不過 已經沒有了很久了 也有過一個 你們兩夫婦 拖著小敏 抱著智仔 站在等候表演 以前香港從未見過的 大型音樂噴泉 這個音樂噴泉 就不丁不覺 已經拆射多年 那些配合著五彩繽紛 時光時暗的燈光 跟著音樂節奏 在噴泉噴出不同花色 時高時低的水柱 也早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望夫石下 曉光老 香光成缺別離安 望夫山上 情深夫人的夫君 恐怕永遠都不會回來了 沙田的美好時光 也都已經煙燒暈光 而早已化成一塊石頭的母子三人 也再不能夠為自己 為香港人 訴說至親 永別家鄉的傷痛